台大新任校长关忠敏掀起的真意为平歇 针对遭控论文抄袭 台大表示 经过教育部及科技部审核 关忠敏并未违反学术伦理事项 但想如其在2月1号就任 教育部却再出招 要求台大必须将调查结果 让21位临选委员都确认没问题后 才会正式发出评书 对于遭受质疑 关忠敏也在脸书发文 以淡然冷静表达心情 引用布袋和尚的无提师 一直只看到别人的短处 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人要自觉自悟 才能使本性清澈显见 实时保持自信的清静 就是修行 就任校长 就任校长这件事情 政治是政治 我觉得不应该把预算 或者是说 把就是校长临选这件事情 绑在一起这样 公平或者是公开的选举选出来 那既然是他当选 然后争议已经离心了 那我觉得没有理由 不发平处给他 台大学生们一致认为 希望事件赶紧落幕 教育部则强调 都是按照程序来 距离原定的就职日 倒数三天 台大立拼完成教育部要求 希望周四让管忠敏顺利上任 欢迎新闻 亮王谱李佳化 台北报导 明镜需要通知 昨天是 该界随时 准备 都会 毫无法 因为